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莱尔夫 各位的比较小的这个超商的店 莱尔夫最近呢 他搞了一个复合店 复合店就是叫莱先生 我本来不知道什么莱先生 就是Mr. Hai 大家看这个同音 谐音子先生Mr. Mr. Hai 莱先生 莱先生他在一口气在这个平镇 淡水跟土城 开了三家这个莱先生 各位有没有看过 我是还没有看过 因为很少在莱尔夫 我们家附近的话有一家 这个就是他都在抢进了 2500亿的这个超市的商机 他的商机他这个叫什么呢 莱先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 以前我们是到这个超级市场去 但你现在在这个便利商店 你可以买到就是蔬果海鲜肉品 他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你不到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超市 或者你就到量饭店去 因为现在量饭店 量饭店人很多 你可能被感染 然后这个大家现在也没有 也没有时间去买那么多的这个东西 那家里就方便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外送 所以你就是离你家里靠得近的 偶尔去买偶尔去买 所以这个现有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 我的观察就是第一个超市大洗牌 就一个超市呢 就第二个 它超市呢就变成更多元化 复合市 第三个呢 我看到的就是消费的需求在改变 未来呢 超市是比量饭店更重要 以前我们讲说量饭店是未来 那现在不一定 因为台湾毕竟不是美国啊 所以台湾大家还是喜欢在自己家里附近 买买就算 而且现在是买的次数多 买的量少 但买的量少的话 这个东西呢 你不能单一 你要非常的多元 所以台湾的这个就是 便利商店这种多元的程度 是国外所没有的 你不可能在美国的便利商店 Sem-Eleven 你买到什么 生鲜蔬果海鲜 这是肉品 绝对不可能的